高雄醫師喔 我講高雄139的時候 139我還有一個139的論述 139可以做壽司 139只四人尺上 因為海拔三百公尺 所以139會長比較好 我比較喜歡這樣子 我比較喜歡平白長平 可是那時候我三歲一點 老闆說他這樣說不好 但是我說是忍費他說不行 不然我在做一個老闆說 為什麼不行 因為他還是大老闆 那這是一回事情 可是離到泰國會比較難聊 他根本連品 有時候連品種都沒有 不是泰國 連品牌都沒有 不要說品種 可是品種做的最好是他 就是池上的湯 為什麼是全台灣最貴的 平均起來 他的油精油和貴的 他就算不是油精油 價錢都會比其實超多 池上的理性到什麼地步 路上的人 比如說我坐火車 帶有一群香港人 到了池上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我到池上去買便當 我說這個便當 你買的時候 不是買便當 在吃這個油門的盒 我吃這個便當 你一定要把池上 它那個紙就是上面上紙 那樣紙要保留下來 那樣紙很薄 那樣紙隨便挪一個就吃丟掉 那樣紙是蓋著包裝好看 可是那樣紙寫得出來 那樣紙寫著 寫著池上全美行啊 全美行啊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邊邊寫的這種東西 那邊邊很重要 那邊邊很重要 它寫 有的寫兩個 另外一句話我忘記了 有一個是優質量等米 一三九 那個紙上面有號碼叫做一三九 不是紙上喔 叫做一三九 那表示什麼 當地的人知道什麼叫一三九 可是看著這個紙量是什麼一三九 我們不懂啊 你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知道 叫一三九 好 那這群人 我在帶他做 他們 他後來吃完飯的時候 所有香港人都把那張紙弄好 把他盛兜 放進去 為什麼他們覺得這個重不太重要 連那張紙他們都要 大家全無可思議 他們還去要紙 人家吃完就跟人家拿一套紙 人家覺得奇怪 你怎麼都要紙 因為他這樣紙 很有代表性 那這群人 接著到了池上的大坡池 我們在大坡池在那邊看的時候 有一個老前人騎著腳踏車來 那是北屁 北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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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去問他 因為槍人不知道什麼 北屁威 北屁威 你這個北屁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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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一三九的 他沒有錢 因為他有錢 所以他都喊 他不用錢 我這個一三九的 他一講一三九 他叫嚇一跳 一三九就是一三九 就是池上每一個人都會練一三九 告訴你什麼 池上你知道什麼是豪污 或是一三九是代表自己的 假如我是一個 譬如說我是高雄 我種的是什麼名 譬如我是金鳥 台湾 我這個台南七十一號的 台南七十一號 你那是不得的 這裡面都告訴你什麼 品牌加品種 是未來的學生 品牌加品種 就代表什麼意思 一種食物的吸力 食材的吸力 花生也可以好幾種 澎湖的花生 澎湖的花生沒有論述 澎湖應該有花生論述 因為它的論述中跟台灣的論述是不一樣的 不只是你能夠品牌的這樣子 在業食材要精緻化要細膩 每一種要論述 我今天在講這些東西 我都在講論述 就是我們要去找到那個東西的論述 不管是燒厚患或是腰患 你如果找到一個東西 你去牽進去 譬如去問的聰明腰患 他跟你找我的牙子從哪裡來 或者他可能是在地什麼樣子 怎麼樣 那裡面就可能有些故事都出來 我們要找的就是 那個故事的後面那個細密的東西 那我的食材 如果每一家都這樣之後 台灣就非常的豐富 那個精彩性 你就不用擔心跟外面的世界 讓那家東西進來之後 你沒有辦法自己 撐出你自己的磕色出來 我講的是在路製作